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或是说其他的事情上能够找到盼望 碰到这种环境的时候 坦白说是没有人可以应付的 我相信神是可以保守我们的那一位 所以我们这时候也求主在兴起教会 一起来警醒守望 当然我们也就抓住个机会 把这个救恩 把这个人的盼望 带到我们的同胞的当中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也感觉到就是在实质上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的 具体的一些的帮助 支持 所以呢 如果弟兄姊妹对于 这个赈灾这方面有负担的 当然是你可以用自己的管道来支持 但如果没有特别的 或对男友比较方便的 或是你没有特别的选择的 那我们也可以建议你可以把教会 把这个你的赈灾这个管项 放到教会来 那教会做统一以后呢 就可以一起的把它带到这个灾区去 那我们特别是跟这个基督教救助协会来合作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赈灾款项收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交给基督教救助协会 是夏牧师来负责的 那如果你要奉献的话 可以在这个奉献带上面 当然写这个台南的这个灾区的赈灾 或是就写0206的赈灾奉献 放在这个奉献箱的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把这个款项可以转过去 请继续继续为这个台南灾区来祷告 那要为整个台湾来祷告 不仅为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这种实体上的困扰 或是说这种的灾难 我们也求主在这个时候 正在整个台湾的属灵的空气上 属灵的光景上 我们求神也做那翻转的工作 这是我想补充跟他讲一下 今天我要跟他看的经文是在 《出埃及记》第六章一到九节 六到九节 那我给一个题目叫做 耶和华是与我们立约的神 圣经对于这个的观念 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其实这个的观念 从整个圣经从头到尾都看得见 都可以看得到 不过很多时候因为常出现 比如说立约 我们常说立约立约 到底怎么立约 为什么要立约等等 我们不见得会有很深的 少要去思想 或许说 甚至我耶和华这个名字 在整本圣经都常常出现 但什么叫做耶和华神 所以今天我想用点时间 我说今年是一个叫做更新突破念 我希望在很多的事情上 我们虽然是已经信主这么久了 或是你认识耶稣 这个基督这么久 可能在整个 你读圣经也这么多次了 可能你对某一些的 所谓的一些的 这个名词 比如说立约 耶和华的名词等等 你已经听了很多次 不过很可能我们需要 再一次的 更清楚的 更深度的了解 好叫我们整个的属灵生命 会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几节经文 出埃及记第六章一到九节 若是你早做 若是你方便的话 我还是邀请你 我们一起站起来 让我们成一个敬畏神的心 来读神的话语 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现在你必看见 我向法老所行的事 因他用我大能的手 荣以色列人去 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神小玉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 以撒亚格显现为全能的神 自于我名耶和华 他们未曾知道 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 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 赐给他们 我也听见以色列人 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 我也纪念我的约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 我要用生出来的宝贝 重重地刑罚埃及人 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 不做他们的苦工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我也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我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那地 我要把你们领进去 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我是耶和华 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 只是他们因苦工仇烦 不肯听他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求祢再次 不仅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求祢再次对祢的教会来说话 对祢的百姓来说话 让我们不仅认识祢 让我们更多地抓住祢的应许 好 叫我们能够活在 祢所应许的蒙福的里面 让我们不再贫穷 让我们不再所谓的软弱 主啊 叫我们在祢的里面 总会能够成为刚强壮胆的人 恩待我们 真理的灵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 也帮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 听我们的祷告 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感谢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 请坐 这段经文我想从几方面 可能大家来思想 不过在讲整个经文以前 我想我们需要再去面对一个 我们常常所要面对的一个 所谓的困难在信仰上面 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但是我们不太认识祂是立约的神 换句话说 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是全能的神 是很重要 相同的我们要认识祂是立约的神 也是非常重要 OK 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 我们就看到几样的事情 所以呢 神小于摩西说了 我是耶华 我从前怎么 这个像亚伯拉 以撒亚 亚格险 为全能神 至于我的名 他们未曾知道 然后底下再解释了这些的事情 我们常认识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我相信不要说我们做基督徒 就是很多所谓别的宗教 如果他们提到神的时候 最少最少最少最基本他们的观念 如果能够称他们所拜的是神 他一定要相信这位神是全能的神 不然的话你拜祂干什么 你跟祂干什么 所以呢对很多人来讲 甚至包括对基督徒来讲 信这位神是全能神 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当然我们这位神 也需要更多的了解 所以神是有能力 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位神 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这边说呢 亚伯拉罕 以撒亚哥所显现 为全能的神 God Almighty 这是一个对神的认识 一个什么 你是称呼好了 神是全能的神 那这个字 这原文字随有点见的 需要稍微了解一下 好叫你认识 为什么每个人都说神是神 就是包括别的宗教 那我们的神叫做全能 全能的神呢 因为这个字在原文字 是两个意思 一个人就讲 是一个人的胸怀 他的胸怀 另外这个字是讲到 一个山叫做Mountain 是两个事情 换句话说呢 当以色人讲到这位神的时候 一方面讲到一个山 当然是讲很高大 很强壮 但这个的山 或是这样的能力 这个强大 是用来怀抱我们的 可以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的神 不仅是大人的神 跟大家稍微清楚去解释一下 这位神绝对 用人的脚来看 好像一个山样 那大有能力 不会动摇的 不倒坏 这么大的 有能力的神 祂是用来怀抱 环抱 我们这些属于祂的人 神对摩基说 亚伯兰所认识的神 是全能神 至于我的名 耶和华 他们未曾知道 让我再解释 当讲到亚伯兰 以撒雅各的时候 他这位神 是大有能力的神 而且是怀抱我们 用着看顾我们的神 爱顾我们的神的时候 确实 亚伯兰知道他的神 是给生命的神 因为当他年老的时候 跟他妻子不能够生育的时候 神说你要生一个孩子 所以这个不能够 生育的 能够带出生命来 所以他相信神是 大能到的程度 是给生命的 而且保守我们的生命 讲到这时候 你一定要了解 当神要亚伯兰 献以撒的时候 当时这是一个很多的 不同角度来看 这个雅各的心情 甚至看以撒的这个心情 我们都认为 亚伯兰是很顺服 但在顺服当中 我相信 解经家告诉我 他不是盲从 顺度就是 因为他里面有个极大盼望 为什么 他就是把以撒献上 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所以不会落空的 纵然这样经过一个考验 叫说要把以撒献上 意思是要把以撒给杀了 那应许不都落空了吗 但亚伯兰相信 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 那经过这个考验 他甚至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他把以撒献上 以撒就死了 神也可以叫他活过来 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那边 讲到亚伯兰的信心 因为亚伯兰所信的信 是那位 神是怎么样一位 是死无便有 是死人复活的神 所以亚伯兰很清楚 知道神是给生命神 神是保守生命神 其实以撒也是这样 这个亚伯每个人都有这段故事 相信神是一位美善的神 只要应许发生的都是美好 也相信这位神 是执行公义的神 在那里面没有一样事情 是不义 所以good跟这个公义对 是相对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认识神是 叫做全能的神 但问题在这里 我们也相信这位神是全能的神 我想在座基督的 不过问题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发现 我们有碰到困难 碰到一些困难 我们就求告神 因为我们相信祂全能神 我们就向祂呼求 向祂等等 但是事情还没有发生 问题还没有解决 或许问题显得更糟糕 因为这段经文 这段是告诉我们 当神差遣摩西 去跟法老王说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出来 因为我的百姓 要去所谓的 去拜他们的神 所以不能够在埃及地 法老王很生气 之前是找个理由 拜他们的神 就故意的代工 就是一顾说 我交给他们的工作 就可以放会 所以法老王很生气 就跟管这些以色列人说 给他们一个更大的劳苦 以前给草给他们去做砖头 现在草都不给他 给他们自己找 而且规定他们要叫出 同样的数量 这个砖头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困苦 所以摩西还没有去找 法老王的时候 法老王还没有这么的 当时对以色列人本来就不好 还没有这么糟糕 所以产生一个问题 就说我们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怎么祷告了 没有事情发生 很热祷告完 事情比以前更糟糕 那你怎么跟你的认知 神是全神能够认同呢 能够接受呢 所以底下就产生一个结果 我们刚刚读的是第六章 如果你读第五章 末后两节经文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摩西就跑到跟这个耶和华说了 我还没有去的时候 百姓是苦没有错了 但还没有这么苦 现在去了以后更苦 所以他怎么说呢 所以回到耶和华那时候 主啊 为什么你苦待这百姓呢 然后就问 为什么你打发我去呢 那二三节这样子 自从我去见法老王 奉你的名说这话 Let my people go 让这个我的百姓出来 他不仅然没有 让你的百姓出来 而且他苦待这百姓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你我的困难 人的困难就在这里 然后神的百姓困难在这里 我们相信神的大能 我们就觉得 照着神大能去做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没有想到 火效没有发生 不仅这样 困难更多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 叫做为什么 叫怀疑 我们就问为什么 你怀疑到一个程度 开始就埋怨 这边是说 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 这不是今天 你我的问题 所有历代历代的生徒 都有这个问题 包括第一代 或是说 包括摩西跟神 都有这个问题 这时候 神就特别指出一个 这个问题 能够解决的 或者问题的所在 是因为我的百姓 知道我是大能神 全能人 但他们不知道 我是立约的神 所以用这句话 我的名字 他们并不知道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在整个的 我们的信仰 我们常说 这是一个信心的超念 信心 用希伯来书来讲 就是如果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就不用需要信心 就是因为事情没有发生 而且在整个过程的当中 甚至有些的事情的发生 跟你所了解的不太一样 跟你所明白的不一样 跟你所期待的不一样 所以到底信心是什么 到底我们在信神是什么 今天我们都说 我们的信心 就是我们像你们神 是大能的神 拯救神 但是你会明白 我们的神 也是叫立约的神 当我读到 这个 个人多前书的时候 保罗就提醒 个人多教会 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 就死在旷园里面 讲过去 他们虽然经过 看过神的神迹提示 确实过红海 在四十年当中 没有东西吃 也不种也不收 但神给他们预备马 没有水的时候 在旷园里面 没有水的时候 给他这个所谓的石头 这个有水就出来 不仅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 几十年当中 他们没有鞋子 没有什么 但就是说 这个 这个没有说 做一个好的鞋子 意思是说 但是也没有被蛇 被鞋子给咬死 但倒坏 这群人 是倒闭在旷野里面 然后就用这句话 他们是不信的人 然后用另外一个 叫做 硬着景象的人 所以你马上就问 什么叫不信 他们不信这位神吗 他们不相信 这位神的神迹 其实大能吗 当然相信 他们经验过 那什么叫不信 是因为他们不信 神的应许 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再回到 刚刚我们所讨论的 当说 摩西也跟摩西说 也要跟摩西说 亚伯拉罕 以赛亚哥 他们相信 我是全人的神 但是我的名 并不知道 又还是从文字 语言的角度来看 什么叫做 我的名 他们不知道 其实耶和华这个名字 在创世纪第二章 已经开始出现 上个礼拜 等下牧师带我们看 神呼召摩西的时候 神就跟他说 我是自有永有的神 然后底下就多讲一句话 我的名字叫耶和华 所以起码跟摩西已经讲过 我的名字叫耶和华 我说不认识耶和华 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未曾知道 是不知道吗 不知道有耶和华的 神的名字叫耶和华吗 从创世纪开始就有 然后在创世纪出埃及记 第三章 不是跟他讲了吗 然后第四章的时候 甚至说 这时候 这个百姓就起来 呼求神的名 什么意思 自有永有 是讲到神的 这个是我觉得中文翻得真好 叫自有永 因为太难翻了 I am the I am I am who I am 在一个观念里面 就是他是自己存在的神 self exist 没有人去把他造出来 没有人把他 怎么把他弄出来 他自然就存在 所以每一样事情 你说神的智慧 他本来就有 每个想要神的能力 他本来就有 所以自有永有 就是自己 self exist 这位神 就是说 他就是一切的力量的来源 他一切一切的来源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 所以这位神 不需要人去造 所以在我们的现场 从来没有说拜偶像这些 不是 神不是人所造的 他本来就存在 那第二个很重要 他存在 讲到 神跟摩西说 我叫自有永有的时候 代表什么 我不仅是不需要人去创造 导外 我是创造人 我是创造人 把智慧放在人身上 我是创造人 把这个能力放在人身上 我是创造人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我有的就给他们 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 这是自有永有的意思 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 I am the I am Who I am 就是说 这是一位 是self exist 是自己存在的神 所以一切东西的源头 那讲到什么 他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是 他是全能的神 不过后面不要忘记了 第三章 当神讲完这句话 我是就有用的时候 马上就跟摩西这样说 神又对摩西说 这是三章的 刚刚我讲的是三章 这个十四节那边 现在只有十三到十四节那边 这是讲第十五节的时候 马上耶和华就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子说 耶和华 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 以撒亚克的神 的神 打发我们 我到你们那里去 然后底下那句话 耶和华是我的名字 神对摩西说 耶和华是我的名字 你要告诉我的百姓 耶和华是我的名字 直到永远 那不会改变 然后后面就说 我也 这也是我的纪念 直到万代 换句话说 我告诉你 我的名字叫耶和华 而且我一定 在你的面前 守住 我告诉你的名字 我叫耶和华 他不仅是 自有永有的神 他叫做耶和华的神 Jehovah God 我会纪念 我告诉你 我的名字叫耶和华 而且我永远会记录 当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我是站在 耶和华神这个角度 来对你说话 什么意思 耶和华是什么意思 最清楚 最简单说 耶和华就叫 立约的神 我就是立约的神 我就是跟你们立约的神 还是有点抽象 有位解经家 我非常喜欢的 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三样事情要放在心中 先讲到 因为导乱 耶和华叫做立约的神 所以耶和华跟立约 是分不开的 是谁跟我们立约 是耶和华跟我们立约 那我们很注重看 是约是什么 我们常常听一些 圣经讲座的时候 神跟我们立约 叫亚伯仁的约 叫大华的约 我们说那个内容是什么 但今天我要请 弟兄姊妹留意的是 约是什么很重要 但这位立约的神 是更重要 我也可以跟各位立约 但我没有一样 可以跟你们守住约的 因为我不是神 但讲到这位立约神的时候 意义说 我跟你们立约是很重要 但你要知道 我跟你们立约的 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所以这位 圣经学者是解释家 在讲的时候 最少有三方面 亲爱的弟兄要放在里面 我先这样讲一下 因为是英文 所以先提一下 他这位神 立约神 他是一位 personally 叫personally 立约的 第二个是 他是dynamically 立约的 第三个 他是faithful立约的 OK 让我再讲讲 他是亲自执行这约的神 他不能说跟你立约 他亲自会来执行 第二个 他会主动的 他会用他的所有 是他的能力 dynamically 他不是被动的 不是消极的 不是passive 不是无所谓 他是主动的 让他全部有的 就是他之神 来完成 来执行这个约 那第三个 最后 你我最后的结果 一定要承认 他是一位信使的神 他是亲自来执行 这约的神 他是用他所能的 但是他是全能 来执行这个约 第三个 他一定会完成这个约 所以讲到立约的神 先不要讲那个约的内容 先要了解这位神 是怎么样一位神 如果谈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够像摩西 你不能够像一些的圣徒 还是说 你刚感觉到 我讲的时候 有点兴奋 对不对 如果这不是这位神 不是你的神 很可能 就用这句话 亚伯兰 以撒 亚伯兰 他知道我是全然的神 但不知道我是立约的神 不够 不是知道全然的神不够 除非你同志也知道 这位神是立约的神 所以呢 这边讲了几样的事情 为什么 这不是去年 前年我提的蛮多的 就你一定要听见神的声音 你一定要预见他的显现 因为他是personally 他是亲自来执行这个约 不仅这样 他在执行的时候 一定会有所谓的dynamically 就是会有神的事情发生 叫做神迹奇事 那第三个 完以后 你一定会像这些圣经的 这些与神相认一样 神啊 你是faithful God 你是信实的神 你就发现 整个的在人类历史里面 当这位神的救恩领导的时候 这位遇见神人 他不会放弃他的信仰 他不会在他信仰的里面 会妥协 因为他得到不是一个信仰 头脑的知识告诉他 这个信仰是对的 是好的等等 他知道这个信仰 是必定会成就的 因为这位成就这个约的神 是会跟他们一起 来完成他给你 给我 给我们教会的约 回到刚刚我们所提的 我们不仅需要知道 神的约是什么 我们需要认识这位 与我们立约的神 所以后面他讲了几句话 是很重要 第四节那边说 神说 他必定会 坚定于我们立的约 第二个 第五节那边说 他也纪念 于我们所立的约 他自己重复讲这事情 他出来跟摩西说 我的名字就叫立约的神 叫耶和法格 耶和法格的时候 他马上就说了 我不是随便讲讲 我一定会坚定我的约 第二个 这边所说的 我会纪念 一说神说 我从来不会忘记 我跟你说过什么 我从来不会忘记 答应过你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 我们还是要谈谈他的约 这是你需要对神的认识 所以对我来讲 圣灵充满是必须的 圣灵的喜 主要在说 让我们预见 不仅是预见圣灵的充满 不是让我们只是 经历到神的大能 应该叫恩高 我绝对同意 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 特别心悦的角度来讲 特别从福音书的角度 从属性的 原来这圣灵的充满 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 就你遇见这位立约的神 这是前年 我大概花了一年时间跟大家讲 圣灵的充满 就让你进到这位 为我道成肉身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从事里佛 叫我们称义 如今升天 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一位 今天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主耶稣说 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与我们同在 所以保罗这样说 如今活着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不是只是有个信仰 我们是碰到 我们是遇见这位 给我们信仰的神 信仰是告诉我们怎么信 然后信了以后 为什么要信 告诉我们怎么信 然后信仰会怎么样 但是整个信仰不是我们定的 基督教在说 不是一个人为宗教 基督教是一个启示宗教 整个信仰不是我们定的 我们整个信仰是神所定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信仰 但没有遇见这位定这个信仰的神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神说 我与你们立什么约呢 既然它是personally 既然它是dynamically 既然它是faithful 实现 他说我在三方面 让我们清楚地知道 我是与你们立约的 OK 请大家留意 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 这边讲到 基本上是讲七样事情 从语文角度来讲 第七节讲三样事情 第六节讲三样事情 第七节讲两样事情 第八节讲两样事情 这是神讲到立约的七方面 讲到完全 不过为了让弟兄姊妹 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 我把它归纳成三类 第六节是一类 第七节是一类 第八节是一类 第六节这样的说 请大家留意点 我要 所以你们要对以神说 我是耶和华立约的 立什么约呢 我要用伸出来的手 重重的刑法埃子 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 就单单这句话 叫做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 不做他们的苦工 就这句话后面 说救赎意思到不做 讲三样 第一个是救赎 第二个是脱离 第三个 不做的意思 基本上这个字就成自由 不做他们的苦工 基本上set free 三样事情 一个叫救赎 叫redeem 第二个叫做脱离 叫bring out 就出来 那第三个什么呢 就成为自由 不做他们的苦工 整个的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观念 就是他救赎我们 救赎的结果是什么 让我们能够 所谓的脱离 黑暗的权势 脱离罪的捆绑 脱离一切一切的 所谓的世界 对我们的压制困扰 让我们能够 不再做罪的卢谱 不再做仇敌的卢谱 让我们能够自由地 敬拜我们的神 这是整个出埃及记的 一个很重要观念 出埃及 进到迦南地 为什么 因为这些要脱离 埃及的捆绑 然后进到一个自由地方 自由到一个程度 不是放纵 自由到一个程度 是可以自由敬拜 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整个的观念 带出一个很重要 神的工作 神怎么叫我们 能够脱离呢 什么叫做set free呢 不再做苦工呢 是因为他做一件事情 叫做救赎 救赎 我们都知道 救我们都知道 脱离开 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数 意思说神付代价 今天神让我们能够 脱离这个世界黑暗 是付代价 他的代价 为你我付他 就他把他的独生爱子 赐给我们 牺牲了他的爱子 好叫我们被买赎过来 意思说我们过去 是在仇敌的 匣子的底下 因为我们自己甘心的 亚当夏娃开始犯罪 甘心把自己 卖给这个仇敌 所以我们是属于仇敌 但今天 从法律角度来讲 我们要得自由之身 我们要被赎出来 我是你的儒谱 没有错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要希望得着我 他需要付钱 把我从你身上 那边买出来 我就归给他 但是这位的买赎我的神 他不是要我成为 他的儒谱 挟赐我捆绑 是要我能够 好好的爱他 来敬拜他 这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要经到这位 立约的神 他一定会帮助你 从黑暗 从罪恶里面 被赎 被救出来 因为他已经付了代赎的代价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今天你不需要活在黑暗里面 你没有理由活在黑暗里面 你更是没有这借口说 我不行啊 因为原生的家庭 我不行啊 因为环境 因为神经把你我输出来 进到那个工作的环境 都是拜偶像的人 我在那边没有力量 没有 神已经把你输出来 你不在这个黑暗圈子 哦 过去我是拜什么 拜什么 所以黑暗圈子 今天神已经把你输出来 因为他用他的保血 主要的保血洗净了你的罪 撒旦摩尔战上 没有任何任何的借口 当然你不能够留破口 所以在你的身上 你是不在捆绑压制的底下 打怪你应该是自由地来敬拜神 礼拜六 礼拜天 我是特别为教会守望的时候 特别中间有一个 我把弟兄姊妹到神面前 第一个 我说你的百姓 我的弟兄姊妹都是你所爱 是父神所爱 第二个 都是主耶稣你买书的 第三个 都是圣灵你重生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属于你的 主啊 不仅让他们自由来敬拜 让他们欢欢喜来敬拜你 相对的 我就斥责撒旦摩尔战的作为 你在神的百姓上 无权无分 第一个 再说 再 repeat 因为各位是父神所爱的 是主耶稣的保血所买书 是圣灵的重生 请问哪一个力量可以拦住你 不能够来聚会 除非你自己选择 有哪一个力量可以拦住你 不起来爱主 侍奉主 除非你自己选择 否则没有一个力量可以拦住你 所以你还说 不行啊 这个不行啊 我完全这样 对我来讲 除非你不认识这位神 是全的神 除非你不认识这位神 是与你立约的神 否则你一定可以走出来 第二个 这边所说的是什么 第七节说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知道 我是耶华 你们的神 是救你们脱离爱情重担 这是讲到神的同在 然后用比较清楚的话来解释 我们是属于神 意思说神会负我们一切责任 我很感谢主啊 我回台湾的时候就买了这个圣经 这二十年 因为常常翻了 这个皮大概都已经散掉 所以我就用胶纸贴贴了 这个卷起来我就把它弄纸 有人就说牧师 换一本嘛 我舍不得 不是因为这个多贵一本 不是这个 是因为这个是属于我的 我已经用了二十年 我还有另外一本 是出国的时候 我母亲给我 那三十几年 那个真的有些 不是我故意的 她那个纸巾干到程度 自己都会裂开 会破掉 我还是不舍得 Why 因为是属于我的 是我所爱的 是我所用的 亲爱的兄姊妹 你不相信神会负你一切责任 牧师 我这次软弱得很 所以大概神不会负我责任 我马上就说 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应该比现在坏一些 耶稣是拯救你 你信了耶稣五年十年 应该好一点 以前这么坏 耶稣都爱你 现在你好一点 耶稣会不爱你吗 立约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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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停在这里 你还没听懂 耶和华所说的 这边说说 他属于我 后面讲的句话是什么 这边说 我也要做他们的神 做你们的神 我们属于他 后面句话 他也属于我们 有人听过我讲 以前我做事的时候 其实我蛮喜欢 这两个东西 就以一个男孩子的兴趣 我很喜欢搞音响 所以音响弄一堆 另外我喜欢玩车子 玩个小跑车什么东西 我真买过一个 小的跑车 后来出来 慢慢坐船道 那时候还准备要坐 还没有坐船道 我有感动要坐船道 出来是三年以后 还有跟我的妻子 她也在学习等候的当中 那有时候看到 有时候我的机会这样说 以后坐船就不能够买这个 所以我气说 还好你还没坐船道 那时候还在等候 你就先给我买一个 蛮不错的音响 你们有听过叫Bow speak 不anyway 哎呀 还没有坐 赶快去买个车子玩一玩 因为我们认为 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有一天 不知道谁谁那个车子 弄个车 有人就问 那时候我是牧师 大概是牧师 还是船道 你记不太多 还没有出来 就后来出来 你羡慕这个吗 我要坦白跟你说 这是我喜欢东西 你有 我没有 从某个角度来 我也会说 我有玩一玩也不错 如果说那叫羡慕的话 就羡慕吧 起码我不会嫉妒 那要不要 有一天我就跟神说 像这个东西 我真的还蛮喜欢 神说你紧张什么 我一切都是我 那个人的车子 那个人的房子 那个人的事业什么 都是我的 你不要忘记 都是我的 然后也都 就是说我也都是你的 神说我也都是你的 所以他们有这些 也都是你的 你可以听得懂 这一加一等于二吗 这一切都是神的 神说我是你的 那如果这一切都我的吗 不是你知道 蛮RQ精神 我完了以后 那我说都是我 那怎么没有 只是我看你不需要 就是 你需要我一定给你 你紧张什么 从那一开始 我看每样事情 亲爱的地方 你买个大房子 七个厕所的 我都很高兴 我不会羡慕 也不会嫉妒 因为我心说 如果神要给我 可能房子比你还大 只是神说我不需要 就是 你开个便室 很好 可能神如果说我要的话 神又会给我一个 可能给我一个 肉丝 rice也不一定 给我一个 lamborghini也不一定 只是神说你不需要 我真的 只要讲一句话 不是在那边跟你们讲 阿Q精神 现在你叫我花钱 我都没时间 我每次看看我的口袋 我不用credit card 我是用线钞 少个麻烦 还要去登记 但是我每次发现 我的线钞 好像口袋都差不多这么多 也没少过 一天开户 我就一天吃便当 有没有听过这个 连去买菜的时间都没有 我相信有一天我需要走 神都什么都给 就我要 我讲这些东西在这里 第一要明白这句话 我属于神的 神会负我们的责任 神属于我们的 你一切都不会有缺乏 一切丰盛的都在你的里面 你相信你的神 是这样跟你立约吗 那你应该跟我说 你穷穷什么 第三个 这边很重要一句话 这边所说第八节 我启示应许给亚伯拉以撒一样 那地 请大家留意那个字 原来神跟亚伯拉 你要离开本地本家 到那个地方去 我就祝福你 使你后裔 然后成为大国 成为你的名声 出名的 然后你会蒙福 而且成为别人的祝福 整个的whole thing start from那地 离开那地 进到那地 当亚当夏娃 还没有犯罪前 神就把伊甸园 给他们看守 他们所做的工作 就是说修理跟看守 基本上是两件事情 请问伊甸园需要修理吗 中文是犯人修理 伊甸园修理吗 我说还没有犯罪以前 神看完都美好 你不修理 一修了把他搞坏了 这两个意思 修理这个字 基本上就是敬拜 你去查查圣经支点 第二个 看守 就是看守住 从某个角度 不是要你做什么劳苦 看守就是 enjoy 神看为好的 还要去修理吗 神看为好的 还要去 你去修守 不要坏掉 不要烂掉 不要 No 原来神给你的 在那个地里面 做两件事情 就是敬拜 第二个 就是enjoy那个环境 或许这样说好了 我要讲得比较实际 亲爱弟兄姊妹 整个的话 你的职场是神给你的 应许中间的 立约中间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去年 我讲了一年 我都讲职场教会 职场是神的 约里面一个 很重要的一块 如果不是职场 这个神 用我们在职场上 为他 其实我们应该 每个人都回归天家了 还在地上忙这个神 忙什么东西 所以在职场面 你需要做两件事 一个一定要足坛 你的办公室 如果你是负责 一样 如果你是办公室 当作一个职员 你要你的桌子 就找 为什么去年前 我们弄个叫做抹油 给大家一瓶油 你要足坛 分别为圣 那第二个 你要照神给你的机会 来改变 让你的办公室 让你的公司 如果你是老板 能够成为美好 本来是不能够enjoy 里面都黑漆 乱七八糟 现在因为你的缘故 慢慢改善 慢慢改变 慢慢用我们常用 叫做转化 从不好变成好 你就开始要enjoy 不仅你可以享受 而且你的员工 要跟你一起来享受 这是职场 这是约的第三个 这边所说的 第一个 神会保守你 不在黑暗全是你 你可以自由地 服侍他 敬拜他 占美 而且在你生活一切所需 神会负责你一切 供应一切 而且你甚至丰富到的程度 甚至神都没有给你 本来就是属于神 只是到时候 要不要给你就是 有没有这个需要 那第三个 神绝对会保证你 在职场上 产生一个影响力 相信吗 你相信你的神 是这样与你立约的神吗 我花了很多功夫 第一句 你要认识这位神 是立约的神 第二个 你要知道 他立的约是什么 所以当你以后 就碰到任何情况的时候 不要再问 为什么为什么 然后就说 神啊为什么 然后说神啊 你都不爱我 你都不管我 在任何环境面 基本上这三样事情 可以包括你所谓的生活 感谢主 你是救赎我的神 感谢主 你是供应我一切所需的神 感谢你 神啊 你是用我来 成为这个地 祝福的神 我相信神在对这个教会 在说话 我们不是做一般的 就是来聚会 来 有个精神寄托 将来如果熟 将来有一天 有盼望 这是立约的神 因为这位神 是定于我们立约 而且他跟我们讲的约 是跟我们的整个生活有关 最后我用几分钟 就这个结束 这边讲到一件事情 讲了这么多 为什么神 也在跟我们说立约神 就跟整本圣经 另外一个 既然神是立约神 那我们呢 我们是用信心 来接受这位立约的神 所以回到第一节的时候 我们先来 稍微地回复一下 思想一下 你要知道 亚伯拉罕 神跟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 然后经过很长的过程 最后跟他说 我要把我的百姓 进到那个迦南地 所以叫立约 所以那个事情 亚伯拉罕的时候 还没有完全发生 到以色列的时候 这时候还在出埃及 还没有发生 原来这位立约的神 他怎么跟你认 因为他给你应许 从应许的给你 直到这个应许的成全 成就 是需要有个过程 是需要有个时间 从神跟你 跟亚伯拉罕讲的应许 一直到这个应许的发生 直到以色列进迦南地 是有个过程 而且是有个时间的gap在里面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需要持守住 神与你立的约 你需要持守住 这位立约的神 等到那个事情 时间到了 事情发生的时候 第一节将说 现在你必看见 两个事情 一个叫现在 一个叫必定 当那个时间到了 事情就必定会发生 这位神就回到 Jéhovah 他不仅是 Give you a promise 他这时候 要fulfill 他们的promise 就在这个时候 他会 dynamically 他会personally 他会faithfully 实行 他所与你立的约 可能是一天 可能是一个月 可能是几天 不过当那个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会清楚地感觉到 是神就在这时候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神就开始做工了 法老王的 一个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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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全都是 神亲自做的工 第二个 这是神主动做的工 用他大案做的工 第三个 事情必定要发生 所以最后 法老王一定要让 让这个百姓 离开埃及 在整个的 等候的当中 就是你整个的 信心的考验 考验你对这位 立约的神 你对他信靠有多少 考验你对他 与你的约 你相信有多少 当然在整个 相信当中 整个的 信心当中 你要尽到 神的 做事的原则 做事的方法 包括 如果摩西 不去跟 法老王讲的话 这种事情 不会有发生 如果摩西 不去跟 法老王讲 然后法老王 反而让整个情况 更糟糕 如果摩西跑去求问 然后玩以后 摩西继续的 还去跑去 跟法老王讲 你一定要让 神的百姓出来 事情还是不会发生 我要说的 亲爱的朋友 你在祷告 你也在祷告 我们都在祷告 为了个人 为了自己的事情 为教会 为了小者 为了家庭 为了职场 真的祷告 我相信 第一个 你要照着神的原则祷告 第二个 当事情还没有发生 千万不要问为什么 千万不要埋怨 你继续抓住神的应许 你抓住这位 给应许的神 当然 我绝对相信 保罗所说的 罗马 患难生忍耐 忍耐 老恋 老恋生 盼望 等等 最后 第五节说 因为赐给我们圣灵的神 借着圣灵 把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ρχo 所以神的同在 所以神的 借着圣灵 与我们的显现 是必须 扶持我们的主 但是到那个时候 now 现在 事情就不一定会发生 这位神亲自地 显明祂的作为 亲自地显出祂作为的大能 亲自地要完成 祂所应许的 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说过 现在对我讲到今天 不论过去的学习 甚至我传道做几次 我还在学习什么叫现在 因为这句话 当神讲现在的时候 是我们不能够了解 就像神对摩西说 I am that I am I am who I am 我现在我现在 我是我是 我现在是我 我们永远不能够comprehend 你可以问神说 碰到困难的时候 问神说 why me 神说why you 有一天你会知道 等到事情过完以后 你就知道why you 为什么会发生在身上 不过有样事情 你从来不能够了解 因为神跟你讲 你也不知道 神让我已经等了三年 神说 等了三年 我还在现在 它没有过去 没有将来 它永远是现在 所以这个我已经放弃 我从来不跟神说 为什么等这么久 因为神说 等这么久 I am 不过你要的不是你的I am 不是你的现在 只要神的现在的时候 当神的现在一到的时候 复兴就会来到 当神的现在来到 整个的环境的改变就会来到 当神的现在来到 这个地就必然要转化 必然要转化 神是立约的神 那你我的回应是什么 你我是相信神 相信神 与你所立的约 更是相信这位立约的神 所以现在你必定看见 神讲完最快 有没有只是 又只是给摩西点安慰没有 不过从那时候开始就发现 十个所谓的灾难 神迹奇事就发生在埃及 发生在法老婆上 当然间接就发生在 以色列身上 神最后就说 这以色列就出来 甚至埃及人积极的 很积极的 你赶快走赶快走 你突然发现 怎么会 法老婆一百八十度改变 以前不准走 给还有苦功 现在法老婆巴不得他们走 而且走的时候 还给他们一大堆东西带走 有没有听过这个 大堆的财宝什么东西 赶快走开 就怕你不走 神会为他的百姓 开路 因为神应指他的百姓 而且神一定会成就 他的应许在他百姓身上 我要奉主名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今年 有个更新 不仅是对神的认识 特别对耶华 这位立约神 有个更新的 更深的 更清楚的认识 以至于今年 你的生活 会有个更大的突破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一起开口 同生来为自己来祷告 把自己的 跟神的关系 把自己的生活上各样 各方面带到神面前 我们的祷告 会跟以前不一样 你的祷告 不再问神说为什么 不再问神说为什么 神神会开始有点的 心中的纷纷的不平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 是拯救我们的神 救赎我们的神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 是负我们一些责任的神 我们相信神 是要赐福给我们 特别给我们的环境 给我们的机会 特别在职场 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 别人祝福的神 你的人生 今天 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在更新 特别在对神的认识 更新上 我们开口同生来祷告 把自己带到主面前 感谢祂 赞美祂 也把自己交托给祂 我们开口来祷告 我的主 这些人我的感谢 现在上所成就 愿主带领 愿主带领 让我能够更多 走转心 带领我 让我进到新的里面 哈利路亚 主 我感谢祢 赞美 何等其妙救 何等其妙救 临到我的身上 愿主继续带领我 带领我们更多的走 在新的当中 好叫我的所作 也能够荣耀祢的名 我的主 我的神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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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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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用这四歌 来做我们的回应 我们一起用这四歌 做我们的回应 赞美祢 赞美祢 祢 赞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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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够荧 祢 赞美祢 üssel literacy аль parity 不得动摇 主啊 祢荣耀 活动在我们的中间 以祢之意买 用智慧的要拯救 以心事不改变 也许永不落空 掌权到万代 不能争夺 我敬拜真宠 以神秘将拥有为祢 祢永远长存 全面永存无忌 为祢是真神 是获胜 是再来群王 喔 祝祢披过度 从更苦到永远 我们的先知团队 在为祢和主的祷告的时候 他们领受到在我们当中 若是有一些弟兄姊妹 现在进到一个瓶颈 或是进到一个 关头 对你来讲很迫切 或是需要赶快冲出去 他可能看到好像一个 火车瓶子一样 就是降下来 你本来想要过去 但过不去 这时候就像今天我们所寻求的 你要相信这位神会带你过去 不用急 只等到时间 因为果然过不久 就有个火车走过去 如果这个栏打开 你走过去 可能就会有很大的 这个严重的事情发生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信心就是你相信神 和他所讲的话 这是最简单的定义 信心是什么 Put your trust in God and believe what He says 就这样子 他时间会到 当他说now的时候 神迹其实就要发生难得在身上 因为他必定要成就这事 如果在我们当中 身体有软弱 特别是身上有些肿瘤 甚至如果是cancer 或是你的膝盖痛得不得了 你有这个需要 等一下你可以出来 我们为你祷告 当然还有别的需要 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但出来的时候 不要把东西留在椅子上 免得丢了 出来的时候 也不要光站在这种状态 就来到前面找个地方站下来 就等候主 因为你要的是神 要主耶稣 我们的同工会过来 为你来祷告 在唱首诗歌的时候 你就需要我们为你祷告 请你尽快就到前面来 我们来唱首诗歌 主啊 主啊 你荣耀过渡过渡在我们的中间 你比之一般有智慧 你要拯救 你心事不改变 也许永不落空 我几百年轻较过渡在我们的中间 你生命将荣耀归移 你永远长存在我们的中间 你永远长存 全命永存不及 为你是真神 是活胜 是再来君王 哦 主你的国度 你永远长存在我们的中间 我几百年轻较过渡在我们的中间 我几百年轻较过渡在我们的中间 是我们宣告你的国度到永远 你是你的名字耶华是永远到永远 哦 因为你永远会纪念 你告诉我们你是耶华神 你是与我们立约的神 你是看顾我们保守我们 甚至带领我们的神 哦 主我们把自己交上 就把站在前面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里 主啊 今天就向他们显现 今天就做工他们身上 那么今天就进到你是那位信使的神 也把在座每位弟兄姊妹交在手中 特别在这样一个假期的当中 你保守每个人心怀意念 让我们更多的进到那里面 寻求你的面 你要认识你 更多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好叫这个的几天的假期 哦 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 更多的亲近你 也更多的 凭着信心走在心的当中 恩待我们 带领我们这一年的 在你面前所要走的路 好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 我们就要分开了 求你保守我们分散你的脚步 所以当我们前面离开的时候 愿我主耶稣 祈祷恩惠天父的慈爱 圣灵感动交通时的 共义和平和喜乐 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彼此问他就给他离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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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